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凌莎 你慢点 这不就是一对蛤蟆吗 这两只蛤蟆分别对应了红玉和黄玉 也就分别对应了日中至其上皇真君 以及月中皇期上皇神母 这就暗合了《献祭典故》里面的烟羊条顺天人合一呢 这难道是 是烟羊紫雀 烟羊紫雀 我爹说过他们 这烟羊紫雀可以吃 吃完以后会变状 就说对了一半 这个烟羊紫雀呢分为烟羊两半 长在地底下 数千年之后就会玉石成形 现在挖出来已经是宝贝了 可是这是玉 怎么能服用呢 这个嘛就是它神奇之术了 这个烟羊紫雀成为玉器之后呢 如果没有在地底下被人挖出来 再经过上千年玉髓就会成精 治了之后呢就会有无济灵力 但是就是它有了灵性之后呢 烟羊和羊水就会分开跑 是人很难全部去闹的 没想到这玉娘亡灵竟有这等生物 你干嘛 你不是 一直投云身子虚吗 我把它带出去 只要整个地方埋了 等它成了劫 我就弄给你吃 傻瓜 我哪能活那么久 那活了几十年都已经是拼命活了 拼命 没什么 好 毒 它 等一笑